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格子酱讲绘本,我是格子姐姐。 今天,格子要跟大家分享的绘本是,把妈妈的话装进耳朵里。 现在,宝贝们有没有准备好小耳朵听故事了呢? 我们不能把父母的话当耳旁风,听到一遍就立马行动哦! 好,现在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丽塔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她最喜欢穿着一件红色的泳衣,钻入浪花中,遨游在大海里。 她每次都会下潜到海底,用笔尖去触碰海底的沙子。 在海边会有一座黄色的小房子,那就是丽塔的家。 有时候,海浪还会从她家门缝进去呢。 这一天,丽塔又像往常一样在海里游泳,爸妈在院子里喊她回家,她就是不回家。 丽塔,丽塔,你在海里游泳时就跟龙了似的。 妈妈喊道,丽塔赶忙从海里钻出来。 丽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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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塔。 丽塔,丽塔心虚地用谎言为自己辩解。 这天妈妈正在院子里晒衣服 丽塔从海里钻出来 觉得耳朵有点眼 感觉怪怪的 她伸手一摸 哎呀 左耳朵不见了 丽塔害怕极了 她惊慌地赶回家 跑进妈妈的怀里说 妈妈妈妈 我的左耳丢海里了 家人们也害怕极了 赶忙带着丽塔去医院 小镇上的人们 听到这个消息都惊呆了 纷纷来医院里 围观这是怎么回事 丽塔坐在桌子上 害怕地颤抖 妈妈轻轻地 抚摸着她的头 安慰丽塔 经过医生好一阵全面检查 医生诊断说 哦 这又是一只 得了无聊症的耳朵 因为她无聊 丽家出走了 她为什么会得无聊症呢 因为她的主人 总是不使用她 从不把别人的花 装进耳朵里 耳朵当然感到无聊了 在这个世界上 有成千上万的耳朵 在四处游荡 如果他们的主人 能找到他们 还是可以说服他们 回到原来的位置的 从那以后 丽塔每天都穿着她的红裙子 跑遍整个小镇 寻找佐尔多的下落 小镇的每一个角落 都被丽塔找遍了 镇上的军民和游客 知道这个消息后 也一起帮助丽塔全面搜索 寻找她失踪的佐尔 大家甚至还去检查了 渔夫的渔网 可始终找不到 丽塔的佐尔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只有一只耳朵的丽塔 感觉世界上蒙上了一层灰色 在家里 妈妈给她讲 有趣的睡前故事 她只能听到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会漏掉 在幼儿园里 老师用吉他 演奏着动听的乐曲 她只能听到一部分 最让她头疼的是 因为只有一只耳朵 小朋友们跟她说 悄悄话的时候 她总是听得不够清楚 小镇上所有的人 都在讨论着这件事情 蓝大妈手上拿着雪糕 一边舔一边说 这真是太奇怪了 我这辈子都没有听说过 这种事情 粉婆婆点头硬喝道 我小时候掉过牙 但是后来又长出新的了 我从来没听说过 有叼耳朵这回事 绿爷爷留着狗 也停下来议论 这真是太奇怪了 这天傍晚 小镇的居民和游客 都在海里游着 丽塔依旧来到海边 寻找佐尔 问大家有没有看到 她的佐尔 还向螃蟹 水母和鱼 打听自己佐尔的下落 可是谁也没能给她一个答案 一天傍晚 丽塔大声地问大海 大海 我的耳朵在哪儿 你没听到大海的回答吗 只有当你愿意使用自己的耳朵时 你的耳朵才会回来呢 一个钓鱼的人说 我现在就愿意 那你可得用行动证明 说完 钓鱼人继续专心地钓鱼 从那以后 只要听到跟自己相关的声音 丽塔就会把她装进耳朵里 并立刻做出反应 闹钟响起时 她会立刻起床 上课时 她会集中注意力听讲 妈妈让她收拾餐桌时 她会立刻去收拾 妈妈让她洗澡时 她不再抱怨 而是赶紧进去洗 就连在海里游泳时 一听到爸爸妈妈呼唤她 她就会赶快游回来 邻居们对丽塔的变化 感到非常惊讶 一天早上 一股温柔的海浪 顺着门缝 溜进了丽塔家 丽塔刚睡醒 出去客厅一看 海浪 把她失踪的左耳 带了回来 她开心地 把爸爸妈妈都喊了出来 幸运的是 这只耳朵没什么变化 只是和丽塔一样 长大了一点 从那以后 丽塔只要听到 爸爸妈妈喊自己 就会立刻回应 最多等到 喊她第二遍的时候 好了 宝贝们 今晚的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你也喜欢听这个故事 要给鸽子姐姐点赞哦 想要收听更多 好听好玩的故事 微信搜索 关注公众号 鸽子酱讲会一本 鸽子陪你一起成长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